中油公司为了增加北部地区的天然气周转天数 增设两条天然气管线 从台中港一路延伸到通宵 工程从一年前就开始陆续施作 其中位在大安区南浦一带 由于管线工程阻碍当地交通 而包商规划的替代道路 又与原本的协调会不符 导致农民无法运送农耕机具 造成地方的困扰 两条大型黑色天然气管线 把道路分隔成两半 大安区南浦一带 受到中油公司施作管线影响 走在当地交通 加上包商规划的替代道路 又与原本的协调会不符 不仅铺杜斗 桥面滑 也无法运送农耕机具 让农民是抱怨不已 我们农民要是希望他尽量赶快 要做一条替代道路 在那儿春耕的时候 我们农民都是要春耕的 那个农业机器都很不方便 没有办法过去 要绕一圈很长的地方 我们不要说 想说要多健康 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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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没有要求要求 只要让我们方便 修轿车和农机枯 和修车也必须方便 出去我们这些传媒的意思 是这样而已 为了增加北部地区的天然气周转天数 中油公司决定增设两条天然气管线 从台中港一路延伸到通宵 工程从一年前开始陆续施作 但两条大口径的管线 也为地方带来不少困扰 为此地方明代这天也到场来会刊 要求相关单位能够重视居民的诉求 它施作替代道路 并不符合我们农民农机 还有一般车辆的行驶安全的规则 坡度太陡 那桥梁上面只铺铁板 那农民在下雨天还是早上出入 秦摩洛出入会跌倒 这个我们当初因为安全上的考量 跟民意有点出入 但是今天这个协调会 我们会尽全力来进行这个工作 农历年前 希望能够把这条临时的路把它做出来 让这些女民然后这些乡亲 能够比较有一个好的出入 包括农季的部分也是这样的情形 为后中油公司对于造成地方困扰 表达歉意 将要求包商先修改替代道路的坡度 并做好桥面指滑 并且在农历年前完成南浦路变桥 方便农民在春耕期间能够载运机具 介继绝不换台中藏报道 这一段时间就会给大家照顾后 我们可以继续在于禁足的路上